哎,当你叹气时,是不是总觉得自己很丧,或者担心别人觉得你很消极? 但如果我告诉你,这个不经意的动作,其实是你的身体在进行一次至关重要的自救呢? 最新的科学研究揭示,叹气,其实是身体一种深刻的生理需求。 我们的肺,有数一个微小的气囊,也就是肺泡组成。 为了保持弹性,这些肺泡的内壁,覆盖着一层极其重要的保护液。 在我们进行正常的浅呼吸时,一部分肺泡会像霉涂云润滑油的气球一样,慢慢地塌陷,粘连在一起。 而叹气,就是一次强制性的系统重启和深度保养。 它通过一次比正常呼吸伸两倍的吸气,不仅用强大的气流重新撑开那些塌陷的肺泡, 更关键的是,这个动作能将那层保护液均匀地涂抹到每一个被重新撑开的角落, 让整个肺部恢复最佳的弹性和工作效率。 这个过程完全是自动的。 科学家们甚至在大脑的脑干区域,找到了一个专门负责叹气的神经元集群。 平均每隔五分钟左右,它就会自动触发一次叹气,来为你的肺部做一次保养。 所以,叹气不只是压力的表现,它更是身体释放压力、重置呼吸的本能。 它就像我们身体自带的一键刷新按钮。 当我们感到紧张或疲惫时,大脑会更频繁地触发它,来帮助我们恢复平衡。 下次,当你忍不住想叹气时,别再压抑了。 大胆地,舒服地叹出来吧。 这只是你的身体,在聪明地照顾自己。 觉得这个知识颠覆了你的认知,就分享给每一个你需要松口气的朋友吧。